我从没见过这么有钱的小孩 一万瓶城堡说见就见 商场都当自己家 骑着自行车后面跟着小跟班 给司机的小费都是一打一打 就连冰淇淋都用土装着吃 要知道在几天前 男孩阿豪还只是个穷人家的孩子 跟着同学去游乐场 人家玩的是过山车 他穷得只能做木马 结果这还给同学一阵嘲笑 他心想买个棉花糖看看就好 结果人家一个水上营销下来 全化了 就连外婆送来的空白质票 都被老爸抢走填了个十一美多 毕竟小孩子哪里花得了大钱 有过这体会的小伙伴记得扣个一 而小钱也是钱 阿豪转头就跑去银行存 但桂圆小美告诉他 要想开户起码得二百美到 行吧 阿豪只好先回家 结果刚出门 支票却给同学抢走了 就在阿豪火速追上去时 他一不小心就摔倒在地 单车还给人撵了 车主突弹走下来 想着开张支票赔个单车费算了 但这时他看到面前驶来辆警车 吓得他钱还没写上 就把空白支票给了阿豪 可为啥突弹看到警察这么慌 因为他是个抢劫犯 前不久才刚抢了一百万美到 而他为了洗钱 将一百万存进了银行 还跟哥们银行长说 明天会派人来拿一百万的支票 可万万没想到 阿豪拿到空白支票后 反手就自己造了个假 在支票上填下了一百万 毕竟人嘛 做梦就要做大点 要是没钱 都不敢出门和朋友耍了 阿豪就这样抱支票 睡了个美美的觉 第二天一早 就拿着支票跑到了银行 这十岁的小孩 拿着张百万支票 独自一人就来到银行兑换现金 这你敢相信吗 贵员一看这金额这么大 瞬间就喜笑颜开 哟 来了个大客户 谁知贵员转头 就把阿豪带到银行长面前 怀疑他这支票是偷懒的 可银行长见支票上的签名 正是昨天来找自己的突弹 于是顺理成章的 他认为阿豪就是突弹的 只见他拿起打火机 直接把支票烧了 接着打开保险柜 将里面的一百万现金 通通取了出来 阿豪都乐开了花 连我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拿完钱后 阿豪怕暴露赶紧逃走 然而突弹这边 还是发现了被人取走了钱 他一看监控照片 差点被把心脏病气出来 这不就是自己 昨天撞到的小孩吗 可没名没姓没地址 这可要咋找回钱呢 而瞬间报复的阿豪 转头就买下了大城堡 不仅花园改成赛车道 就连院子都成了游乐场 年仅十岁的阿豪 瞬间就走上了人生巅峰 可由于几天内就花了几十万 还是个小孩子 FBL立即派出了 潜伏在银行的探员小美来调查他 为了隐瞒真相 阿豪谎称自己只是在给 一个叫郝总的老板打工 还跟小美约晚饭 到时再跟其娓娓道来 到了晚上 阿豪把头发梳成大人的模样 跟小美享受着烛光晚餐 如此一个美人就在眼前 阿豪不禁春心荡漾 结果一不小心 见没挖出郝总的料 小美又跟着阿豪吃起了麦当劳 还在水池中陪对方嬉戏打闹 可真的是为难他了 谁知这时 还在找阿豪的秃淡一行人 却正好撞见了阿豪 他们赶紧追上去 结果水池一喷水 三人直接滑倒 阿豪带着小美逃回车上 他为了能再多看对方几夜 说郝总两天后会举办生日派对 还邀请了小美来参加 而没抓到人的秃淡 反手就找到阿豪同学 他们严刑逼供 这才问出了阿豪家的地址 整个村最有钱的小孩过生日是什么样的 地点是豪华风情大城堡 快来物影地影后做嘉宾 来了就有精致大礼盒 然而派对策划人找到小富翁阿豪 说要先帮账单给结了 一共一百万每刀 阿豪一听给下了一条 因为自己仅仅六天 就已经花了九十万 现在余额都只剩三百块了 策划人听到豪总破产 直接撤掉礼盒赶走嘉宾 当即结束了派对 阿豪孤身一人坐在大豪宅里 再次体会到了穷人的心酸 只见这时传来敲门声 他开门一看 居然是抢劫犯突蛋带着手下来了 他们揪着阿豪就想要回一百万 但一听到钱全给花光 突蛋整个人都快进RCO了 阿豪逮住机会 立马逃了出去 接着三人分头找人 见银行长独自来到房间 阿豪躲在天花板 直接给对方套上VR眼镜 让其体会到啥叫做刺激 接着手下进到棒球场 阿豪一手远程操控 发射棒球打得对方嗷嗷大叫 但这时突蛋却从背后逮住了他 阿豪赶紧上嘴咬 随后从天而降 将突蛋推进了铁球里 他在开上卡钉车 让大伙见识到 啥才叫真正的滚蛋 只见突蛋被推进泳池 阿豪想上去查看 结果对方反手就玩诈尸 手下还追了上来抓住了他 然而FBL已经赶到 由于小美潜伏银行多年 这下可算逮住银行长和突蛋这抢劫犯是一伙的 最后他们全被抓走 而阿豪也回到了家人身边 虽然一家人平时看上去对他不太好 但今天是阿豪生日 全家人还是为他举办了生日派对 或许小时候我们会幻想着 快快长大早日赚钱 可长大后 也许又会被生计所烦恼 那个时候 家人往往是你最坚固的依靠 所以好好把握当下 多陪陪爱你的人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小鬼富翁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